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君齐熙公 在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名气 不过他的两个女儿却是文明古今 大女儿齐宣江将公共魏宣公迷得神魂颠倒 使他不惜把儿媳变成自己的侧世 二女儿齐文江更是貌美如花 诗经卫 风朔人 形容他手如柔美 夫如宁芝 领如静蟒 齿如护兮 蝶手峨眉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令众多诸侯 公子心动不已 转眼间 齐文江也到了试婚的年纪 齐熙公开始为他张罗婚事 齐文江要选夫的消息已经传出 立即吸引了各诸侯国达官贵人 甚至诸侯 世子前来求亲 在众人中挑来选去 齐文江最后看中了郑国世子几乎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 齐文江可以光明正大的坐在那里为自己挑选夫婿 当他看到身材伟岸 温文尔雅的几乎时 便认定了这个男子 随后 齐 郑两国高高兴兴结成了亲家 可就在齐文江准备出嫁事宜的时候 却传来了郑国退婚的消息 这对齐文江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 当时郑国世子给出的退婚理由是人各有偶 齐大 非无偶也 也就是说郑国实力不如齐国 地位卑微 实在高攀不起 这就是成与齐大非偶的出处 对于一个郑国世子而言 几乎的退婚决定实在不够大气 不过对一个男人而言 不希望将来生活在女方强势的环境之下 也算情有可原 总之 齐文江被人抛弃了 春秋时期思想虽然开放 但女方被退婚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 更何况齐想过 自己会有被退婚的一天 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倾城之貌 可以让所有男人都死心塌地 不管怎样 齐文江被退婚的事情很快传开 齐国下都知道这位二公主被人抛弃了 茶余饭后也免不了谈论一番 此时的齐文江在宫里长须短叹 茶饭不思 心情十分抑郁 久而久之便机遇成疾 逐渐消瘦下去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 历史上最著名的乱伦事件发生了 事件主角是正处于感情低谷的 齐文江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江珠儿 江珠儿与齐文江从小一起玩耍 兄妹两人感情十分好 随着齐文江逐渐长大 那绝代的美艳便成为江珠儿越过道德边界的最大诱惑 自从齐文江因退婚之时抑郁生病后 江珠儿变隔三差五去探望妹妹 说些贴己宽慰的话 齐文江也从兄长那里获得了振作的力量 心里十分感激 可久而久之 这对青春年少的兄妹就发展出了不一样的感情 一日不见便思之若狂 至此 兄妹之情彻底变成了儿女情长 兄妹乱伦相恋 甚至还有越轨之举 即便是在开放的春秋时期 也会被视为伤风败俗的事情 因此 齐熙公知道之后 气急败坏地叫来江珠儿 让他不要再靠近妹妹 与此同时 齐熙公也在为女儿物色合适的丈夫人选 想让他赶紧出嫁 以免家丑外扬 就在这个时候 鲁环公派人前来提亲 说对齐文江仰慕已久 希望能结成连礼 齐熙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就这样 齐文江被许配给了鲁国新军鲁环公 对于鲁环公来说 这是一次政治婚姻 他去求亲最主要的目的是跟齐国攀上关系 以便对鲁国未来的发展有所帮助 对于齐熙公而言 这就是一次急于掩盖丑闻的行为 并没有过多考虑 而对齐文江来说 这是一次无奈又无情的婚姻 当江珠儿知道妹妹被许配给鲁环公后 悲痛欲绝 写下了桃树有华 灿灿齐霞 当户不折 飘而为直 于皆忽皆忽的诗句 意思是妹妹如桃花一般 灿烂如霞 可还来不及慢慢欣赏 就已经花落别家 实在令人唏嘘 而齐文江在收到江珠儿的诗后 也附贺一首 桃树有阴 超模其林 金姿不折 正无来者 丁宁兮复丁宁 这有点花开 堪折直虚折的意味 是齐文江期盼江珠儿 及时摘花的暗示 这样看来 齐文江的文采 也跟容貌一般绝佳 一句金姿不折 正无来者 大胆又细腻地表达了 一个女子对爱的狂热追求 不管齐文江如何暗示 她与江珠儿的恋情 也只能就此打住 第二天 齐文江就嫁给了鲁环公 而且齐兮公一再叮嘱鲁环公 别让齐文江回娘家 为了让这一切 看起来自然一点 齐兮公也断绝了 跟二女儿的联系 齐兮公认为 只要这样做 就能彻底了结 齐文江和江珠儿的丑事 可她千算万算都没能算到 在她离世之后 这对冤孽儿女又走到了一起 起初 齐文江跟鲁环公的婚姻生活 还算平静 齐文江先后为鲁环公 生下了两个儿子鲁环公 对齐文江也是敬爱有加 可这随齐兮公的过世 而烟消云散 公元前698年 齐兮公去世 江珠儿继位 视为齐湘公 齐文江得知这个消息后 内心压抑已久地 对江珠儿的思念 一发不可收拾 她再三要求鲁环公 带她回娘家 公祝哥哥继位 可鲁环公谨记岳父教会 说什么都不答应 其实齐文江跟江珠儿的苟且之事 鲁环公也早有耳闻 当年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爱美之心取了 齐文江 婚后齐文江安分守己 没有做出什么阅礼之事 鲁环公就渐渐淡忘了这段往事 此时见齐文江如此急切要求回家 鲁环公内心的戒备线悄然拉起 任凭齐文江如何恳求 就是不松懈 倘若鲁环公一直坚持 也就不会造成后来的悲剧 可惜的是鲁环公并没有太多理由 一直阻拦妻子回娘家 于是在江珠儿继位后的第四年 鲁环公带着齐文江回到了齐国 回到齐国后 齐文江迫不及待去见江珠儿 此时距离两人乱伦之事暴露 已有十八年的光景 这十八年来 齐文江的平静让鲁环公错以为 妻子已经对江珠儿忘情 二人不会就情覆持 可事实证明 十八年对于齐文江兄妹儿 严 并不足以磨灭就情 再次相见后 两人之间的感情一下子迸发了 此时的齐文江虽然少了少女时代的青涩 却多了几分少妇的成熟 这让江珠儿欲罢不能 而此时的江珠儿 也有了几分王侯风 彩 让齐文江不能自知 昔日的恋人久别虫 缝 除了无法遏制的爱欲之外 就再也找不出其他情感 于是 江珠儿随便找了个借口 支开鲁环公 将齐文江带回了自己的寝宫 两人浅浅情深 道不尽的缠绵 早已把道德约束 家庭责任抛朱脑后 与此同时 可怜的鲁环公在驿馆里独守孤登 夜不能寐 过了几日 齐文江都没有露面 鲁环公终于按捺不住 前往宫中找寻 一进王宫 鲁环公就看到了 齐文江和江珠儿无比暧昧的一幕 当即火冒三丈 痛斥兄妹二人的无耻行径 第二天 鲁环公就要带着齐文江回鲁国 江珠儿象征性地为鲁环公送行 摆了送行宴 久过三巡之后 江珠儿派人驾车送鲁环公回国 可就在半路上 却传来了鲁环公暴毙的消息 江珠儿给出的理由是鲁环公酒后颠簸 肝脏暴裂而死 可谁都看得出 这其中有问题 鲁环公生前身体十分健康 怎么会喝两杯酒就 受不起车马颠簸了 鲁国宗亲也明白这必然是个阴谋 但忌惮于齐国的实力而不敢发作 之后 江珠儿跟齐文江的优惠更加方便且频繁了 而齐国就在江珠儿跟妹妹肆意优惠的时候 发生了巨变 朝中一些能臣都去了别的诸侯国 比如管仲去了鲁国 宝淑衙去了举国 公元前686年 江珠儿的荒唐行径终于招致众叛亲离 被大夫连称和管制父等杀害 不久之后 公子小白继位 视为齐桓公 而齐国的巅峰时代也就此开始 江珠儿一死 齐文江便没有了留恋 他回到鲁国 一心一意帮儿子鲁庄公处理国政 对于一个乱伦 偷情的美艳女子来说 能够安度晚年 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齐文江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在他的打理下 鲁国一跃成为春秋十七十历最雄厚的诸侯国之一